记得算是十几 各位亲爱的家人们大家好 今天又是大战队非常期待的一场讲座 太棒了 我们现在还是要提醒大家 把手机关静音或者是关震动 因为我们今天晚上 有大家非常期待的皇冠大使 很会复得 我们现在要把时间开始 然后我们就把时间交给 我们纳斯维加斯 最敬爱的专业领导人 我们的孙伟大哥好不好 就问 这个大叔是谁 我说大叔的人 你就知道我在说什么 你知道 大叔的形式我觉得他很敢 还好你说这个就是大爷 我叫大爷 那我本来就是 原来我自己没事 那是这样 好 首先最有介绍 我是孙教师 我们今天呢 是在拉斯维加斯 我来美国已经有二十多年 所以说我待着美国的时间 你以后才那么多时间还要谈 所以说真的很开心 在一个很巧合的机会认识了 等一下我们演讲家庭的妹 我就那个女 怎么说妹 哈哈哈 跟你去啊 刚才你去的 这个讨论呢 就比我远点到没事 你比我这么紧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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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是像每个华人一样 都到这边来想找一份自己 啊 想要的生活 我才出来了 对不对 实际上在中国呢 我们那时候家庭条件 我父母那一代并不是很好 但是呢 我这一代呢 怎么说呢 还经过我的这个 可以说不懈努力吧 啊 那些乱努力 也呢 成了有一点点的小的收入在国内 但是我想 我在中国 待着也没太大意 我就想住过 真的 你知道 人家每天啊 想好的 说好的 做好的 你命一定好 对不对 是 真的很巧合的机会 我就通过我的 杂技团的同学 把我介绍 啊 介绍来 美国 要不要去演出 我一想 我以前也杂技在 啊 事隔N多年以后 我就问我 要不要去美国演出 请问大家都知道 如果要做表演了 不去 每天去翻根的话 拉筋啊 这些是不是 我们的功夫自然就恢复了 这些都没有了 是 还给我老婆 对吧 是 所以说呢 我想今天想出国 那好好试试 真的 我就这么一句试试 就整个改变了我的命 大家你说是不是也挺配的 对不对 是 所以说真的 有的时候呢 啊 这个怀疑心要有 这个求证心更要有 是 怀疑每人都会怀疑 不管是好是坏 我们都会怀疑 所以说呢 很巧合的机会认识老师的女儿 如一 正好呢 我记得我第一次见到哥哥 哥哥那种眼神看着我 很温柔的眼神 怎么样你也好吗 我要说 好好好 他这句你还 哎呀 那我不是这个 但是呢 是不是说十几年以后 哥哥见到我还是这句话 哎呀你们怎么样好不好啊 真的实际上这句好不好 就给我们特别温馨的感觉 没有给你一个任何的压力 就是吧 是 所以说现在我相信老师的 对孩子的教育 对团队教育 大家是人尽皆知的 所以说真的非常开心 也很有幸啊 能到这么好的 呃 家庭也能了 融入这个事业 其实呃 成功认为我呀 你们老师的小孩子成功是一定的 对吧 你不做的 哪个人都会成功 哪有更美的事啊 对吧 如果我跟主姐要是 每天躺在家里就成功的话 我想我们站在台上 上面的不是鸡蛋就是白菜啊 哈哈哈哈 对于我们也在 我们也很开心的在努力 并不是说很大压力 实际上通过老师这么好的平台 让我们感觉成功就更有希望了 而且老师的这个经验是六心不认的 虽然我们是老师的小孩子 我们要没有做到严经济从先经后解的话 我们也是不会成功 成功会吗 早晚的 现在时候会比别慢 所以说感觉成功人的经验 对于我们来说呢 是真的无价值宝 我给大家分享一个 一个前两天的一个很小的事情 然后我就把宝贵的时间交给你们 主持好不好 好 大家说信念也多 好 那天前面就上节课 大家都有来的知道 我们的教室的门坏了 对吗 还记得吧 哎呀 我们就这并解啊 为了锁这个门呢 就不知道快把手这个体给拖露了 哎呀 大家都想一下 就门教室开的不好 反正很危险的 想进各种这样的方法 就反正把那门锁上也好 就要是白来好 各种各样方式都不行 后来就说 所以他说能够换把锁了 应该换把 好没问题 我当时就打了一电话 就说哎 我说美国收藏公司叫这个 Luxmeat 我还说了Gunxmeat 所以说那个Luxmeat 我就给他打了一电话 20分钟以后就来了 把这锁就拆了 看一下 哦 对了 我说他大概就多少钱 你给我报一下价吧 750 你说我这门 我这门还能锁呢 你说我750 你锁了 还是我锁了 对不对 然后我想 等一下 我问问 到时候我当时拒绝 他不太好 你心里 对啊 心里会受伤吗 好了 我就 我听 爸爸说我好 是我这破锁 750 很好的是谁 我们教室还有 今天有一个 Wilson 当我们做转播的 对不对 他真的是 可以说是半能 对手 太厉害了 对手 拒绝了他以后 我们是什么 我再自己找到就行了 啊 是吗 后来我们就是 也是我们几个搞了一会儿 真是将近两三个小时 没有任何点 锁还是锁不下 也要的 拔不下来 后来这么 老说 啊 找找这个人 就专门找一个修 这个做装修的这个人 这人来了以后 到这一秒钟都没用 就把这个核给搞定 啊 这就是成功人的经验 他说哦 看着啊 这个锁 药都不是插进去了吗 啊 看你都 他把药都给我出来了 啊 看见没有 我们 研究三四个小时的事情 人家一秒钟不到就能告诉我 怎么能把药拔下来 那请问 经验是不是很宝贵 所以说真的 我感觉经验 在让我们接受了很多很多 从这件事来说 融入到把话题换到安利来说 那就是成功人给我们一句 这个 怎么说呢 给我们 给我们的营养 去教我们 那是不是 接受我们成功的时间 对 同样的一件事情 我又把它连着大安利 一个意思 但我不告诉你 你永远 我把门拆了 任何的信都有 就是发不出来这个钥匙 对 别的一句话 就给我点醒了 所以说成功人 能点醒我们一句话 可能真是能改变我们自己的命运 你说对吧 对 真的我感觉哥哥每次他的上台 跟他讲 我们不管是男人女人 都无趣无贵 对 哈哈 小水 红油 因为 这个 不一样的 魅力的爱 他并不是说 因为他是老师 他才会有这么好的魅力 因为他是有成功的经验 是吧 愿意分享给我们 而且他的团队也是 适顾全世界 对吧 中国大陆 二我可以说全世界 皇冠大使的第二代 第一个S7就是我们 对 都可以做这个 金梅姐做到的 对 是不是很能量 下一位你们可以长得很好 好吗 对 老师 老师 以前很叛逆对吧 这个一路走来以后 到现在做到这么棒 而且是我们 这也是整个单力 我们陈老师家族的骄傲 你说是不是 那我呢 废话就不多讲了 那我们把最宝贝的时间教育 德贝主则 请大家全体起立 表声 谢谢 谢谢 好 谢谢 谢谢我的赞计 今天三次点 这个赞计的介绍呢 特别的温暖 各位伙伴大家晚安 这个刚刚申伟讲说 他第一次跟我见面 我就再回想 我第一次跟他见面的时候 我是一个什么心情 各位 然后呢 想了好久 因为我一直找不到 一个适当的词 各位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 我很爱我妹妹 就是竹一 竹一是我们家 唯一的女生 所以从小呢 我就非常宠她 那竹一呢 当然也 对我这个哥哥呢 也是 怎么讲呢 就是也是卖信赖的 就是觉得哥哥 是他可以依靠的男人 所以呢 我经常呢 就是在 以前的时候呢 比如说 带着竹一出来啊 就会买东西给他吃啊 或是什么的 反正总而言之 我就很愿意为他做很多的事情 所以呢 我就在想 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男人呢 将来可以接替我这个工作 然后呢 你要知道这个男人需要有多大的一个集体啊 才能爱我妹妹这样子的女人啊 因为她就是很小鸟一人嘛 对吧 就是 弱弱的 然后呢 你就需要去照顾她 帮她做很多的事情 好 我说 终于有一个男人啊 有这样子的眼光可以看上我的妹妹 好 因为我的妹妹很善良 好 非常的好 好 那我特别感谢孙伟 其实竹一嫁给孙伟 她是很幸福的 各位都看得出来吗 好 看得出来 竹一一脸幸福的样子 对 好 各位对不对 对 是不是家里所有的事情 这个都是深控的 对吧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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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呢 这就是呢 我们跟孙伟是什么关系 我们要特别感谢老师 因为老师呢 他就帮我们把安利经理在下一个家 各位 其实我们好好去想一下 我跟孙伟是什么关系 她是不是我的媚婿 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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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应该称呼我叫什么 哥哥 大舅 大舅 对应该称呼我叫大舅 大舅 各位对吧 哥哥大舅哥 对 南方北方有很多称呼 是不一样的 各位对不对 各位 我们去想一想 在我们进来安利之前 我们身边看到的就是 媚婿跟她老婆的哥哥的相处 是什么样子的 好 各位 其实有的好像是有点尴尬的吧 各位你说对不对 因为对于哥哥来讲说 这个男的把我的妹妹取走了 对不对 所以通常很多的大舅哥都会做一件什么事 就会把这个男的叫过来 哈哈哈 说你要对我妹妹很好 对吧 对吧 万一你对我妹妹不好 你就怎么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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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通常都是这样 各位对不对 好 那可是对 你看哥哥跟孙伟的关系像那么紧张的样子 不像 不像 对吧 对吧 可是我们彼此呢都是 非常的真正的爱着对方 关心的对方 想要对方好 好 各位为什么呢 这就像老师经常告诉我们的一句话 就是一个好的制度 会让一个不好的人变好 是的 对不对 同样反过来 一个不好的制度呢 也会把一个好的人变得不好 因为当然我们今天呢 我要跟着这个制度走的时候 我要选择这个平台的时候 我一定要照着他的游戏规则走 对吧 所以为什么今天我们觉得 我们能够跟在老师身边是很幸福的一件事 就像刚刚哥哥问清哥 我说清哥 拉斯大会完之后 跟在你身边的这些伙伴状态怎么样 因为拉斯大会已经过去两个礼拜了 对不对 然后哥哥状态好的不得了 因为每一个伙伴呢 每天都很积极的走出去认识朋友 然后把机会呢给身边的人 然后我们在家里做了好多的聚会 那我们也不是说就是光是在那边等待 只要老师召唤我们 我们一定是所有安排的事情都放下 就去跟随老师 对不对 那只要老师没有召唤我们 老师有自己的事情要做的时候 我们就是很认真很努力的在做聚会 就像我昨天还听到老师在跟一个领导人讲说 你们拉斯的朋友呢 晚上不要开在家里 不要只是一三五美会必到 你们其他的时间你们要出去认识人 你们要把机会给人家 好当然好 因为到处都是人各位对吧 然后呢这个就是 反正我们就是每天跟在老师身边呢 都有这种怎么讲叫 散鼓平吹的感觉 好像总觉得呢 在家里呢你就坐不住了 你就要出去呢 各位因为今天我们做案例 我们的每一个人的想法 是不是我们都想像老师一样 各位对不对 都想像今天跟在老师身边的区间领导人一样 就像妹问我哥哥这个 他认识哥哥身边的一个领导人 就是来美国几年了 然后呢他就说 哎呀哥哥我跟他怎么样 我聊了一些什么什么什么 然后呢他现在安利怎么样 我说他安利很好啊 他说对啊 他最近就跟我讲说 他又要买房子的又要怎么样 我说对啊 然后他就讲说那哥哥 他刚刚在美国做什么呢 我就说因为他刚来美国 他有个适应的过程 然后刚好家里也有些家务需要吗 他就也没做 然后呢就是安利呢 就是因为家里的一些事情呢 他就也没什么时间做 他说那哥哥那他怎么办呢 他有去上班吗 我说没有啊 他没有上班啊 那他的房子跟什么 就是他在安利的收入就够了 哇 他来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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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他就在美国房子 一套一套的吧 就是他在安利前之前的努力的选择 让他有这样子的结果 好 哥哥 我觉得 有的时候就像老师讲的 就是我们一定要懂得 我为什么要做安利 而不是我只是看安利 很好 这个很好 哇 那个人家庭幸福啦 哇 这个人身体健康啦 或是这个人他有安利的保障啦 我们不能只是看这个东西 好 而是要根据我们自己想 我为什么要做安利 好 因为在美国呢 真的是这个 这个什么样的精英都有 各位对不对 好 就是很多的 而且就是你会发现很多 越成功的人呢 他的这个是越低调的 好 就是你根本看不出来 可能这个人呢 就是哇 房子都几十套 三百套的那一种 好 就是 但是呢 你看他的外表打扮呢 你一点都看不出来 好 所以有的时候我就会 一些有钱的人 我就会在想说 这个人为什么要做安利 各位对不对 因为就像大家都知道 老师的故事 好 当年老师为什么要做安利 好 老师就是一个很有梦想的人 好 可是老师努力了好多 有几个行业 是不是都很辛苦 各位对不对 好 就像大家都很熟悉讲说 那时候老师第一年 好 拿到翡翠奖金的时候 那时候翡翠年终奖 只有六万块台币 好 杨老师六万块台币 我们都知道 其实真的没有很多 好 那小时候会觉得很多 你现在就觉得真的没有很多 六万块台币 也不过就是一万多人民币 各位对不对 对 一万多人民币 说实在我相信今天现场 没有一个人瞧得起这个收入 好 可是当年的老师 拿到翡翠的六万块年终奖金 是比他现在拿到一千万都要兴奋 好 各位 这一千万我讲的是美金不是台币 都要兴奋 为什么 各位 因为这是对比的 好 就是对比人生你现在所拥有的 好 就是老师当然现在一千万对他来讲 都不算什么 可是当年在老师当老师的那个时候 六万块对他来讲都是巨块 好 因为老师那时候一个月当老师的收入只有一万五千块 好 然后呢 那时候呢 还有额外的一个收入呢 就是叫全勤奖 老师说哥哥你知道吗 妈妈要三百六十五天 没有迟到没有早退 我才能够拿到全勤奖 好 各位 是全勤奖 不是你当月全勤就拿到 是你要一整年不迟到不早退 才能够一年多拿五千块 财币 就是一千多块人民币 所以你知道当时老师跟季老师问的时候 季老师说 OK 我们存责上多了一笔奖金 我给你一万块好不好 老师就好兴奋 为什么 因为一万块台币等于他要两年当老师 不迟到不早退才有 他说真的 一万块就很多 各位那是一个对比 就是你要刚刚哥哥讲的 三百六十五天才能够拿五千块 那我等于我两年 各位知道有多难吗 各位对吧 好 各位 每天就是晚睡很简单 但是早起很难 每一个人都知道 各位对不对 你要两年多这一万块 后来老师就想说 有一万块太棒了 是不是老师 每次老师讲这个的时候 老师表情都很丰富 他说那季老师能不能够 爸爸那能不能够再多给我一点 老师只是想象说 如果有就很好了 他以为一万块就是极限了 他就问季老师说 那能不能够多给我五千 就是三年的全勤奖 那这样说 好吧那不要五千 受这个整数 再给你一万块好了 各位看老师多单纯 老师先是很兴奋 哇 那这就是四年的全勤奖 后来想想 不对 季老师你怎么可能这么打发 你赶快把存折给我 看到底多少钱 各位对不对 各位每次老师讲这一段的时候 大家都可以感受到 老师那个就是 他是真的就是觉得 哇当时这一笔钱就是很厉害很棒 好各位你看 讲了这么久 可可开场开了这么久 也总共不过只有六万块而已 所以我觉得很安逸很神奇的一点是什么 那你说现在跟老师讲六万块 老师会兴奋吗 各位六万美金都不兴奋了 各位你说对不对 那各位为什么 因为当然现在老师就认好了 好所以当年的老师是这样子 所以那时候老师的努力就是因为老师讲 他是贫穷人家的孩子 贫穷人家的母亲 好然后呢六万块就陪大家兴奋这么久 所以老师要努力 他希望他能够成为有钱的奶奶 那老师做到了吗 做到了 各位做到了 各位对不对 所以这个就是老师当初做安利的梦想 各位小不小 很小哦 哥哥觉得很小 简不简单 简单 很简单 但是我在想老师当初的梦想 现在放在在座的每一位伙伴身上 能打动你吗 对 各位要讲老实话 各位如果说努力只是让我年终多个六万块台币 我将你今天现场有百分之百的人都不会来 各位对不对 安利就这么小吗 各位当然是 好可是老师当年就是从这么小的一个想法开始提出的 各位对不对 好所以为什么每一个人 我们倒很认真的去想 我为什么做安利 各位这一点很重要 因为这一点呢 当你想清楚之后呢 我们才会有老师讲的 人生最宝贵的两样东西叫做梦想和斗志 好老师经常告诉我们 两样东西绝对不能够失去 各位青春可以失去 美貌可以失去 财富可以失去 但是梦想跟斗志不能失去 因为当你没有这两样东西的时候 你的人生就像一潭死水一样 它不会有任何的改变 不会有任何的变化 哪怕我们现在家财万贯 你都不会有任何的感觉的 各位对吧 好就像孙伟讲的 谁能够躺着就能赚钱的 我刚一直在想 谁能够躺着就能赚钱 后来有一个 各位 这是陈老师 各位老师是很努力做安利的 没有躺着做安利的 好各位 什么人可以躺着就可以赚钱 各位知道吗 各位有听过木乃鱼吗 我们的展览 但是钱也不是他的 有个躺着就可以赚钱 其他我觉得好像 没有任何的躺着就可以赚钱的 各位对不对 所以每一个人呢 我们都要先把这一件事情 我要先想 我为什么要做安利 如果只是赚钱 各位很多行业都可以赚钱 各位对不对 好劳力也可以赚钱 你的专业也可以赚钱 什么都可以赚钱 用钱就能赚钱 各位对吧 所以我要想 有什么是安利有的 而别的行业没有的 各位这一个很重要 因为哥哥今天想要讲的就是 告诉大家 我为什么一定要做安利 因为老师告诉我们 成功最重要的是 两样东西要稳定的比别人少 一个就是你的目标 一个就是你的价值观 可是各位 目标跟价值观 每一个行业都有 直播平台 有直播平台的目标跟价值观 这个卖房子 有卖房子的目标跟价值观 各位对不对 然后呢 老板有独场 有独场的目标跟价值观 可是我的这个目标跟价值观 是要在安利才有的 各位我们才会在这个事业 越做越好 否则你就会很容易被一些所谓的 坏起来是诱惑 其实是陷阱被影响走 各位对吧 各位你知道 连哥哥今天做安利做的这么久 都会有些人 会发一些讯息 告诉我说 有比安利更好的 你知道我今天早上才收到 一个人发给我 我觉得这个老兄真是有够天才的 他的这个内容呢 一定是群发 他一定没有想过 他曾经有过我的微信 他居然敢发这个讯息给我 你是在考验我的智商吗 然后呢 他就是写一篇文字说 我叫什么 或许你不认 或许你对我没什么印象 不认识我 我先简单的做个自我介绍 我毕业于什么什么名牌大学 他的履历看起来蛮惊人的 当然我知道这个人是谁 然后我毕业于某什么名牌大学 然后我大学一毕业以后呢 我就在外商公司工作 做HR做什么人力资源的什么高管啊 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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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中间我用经历的什么什么什么 为什么这个人我也认识 他曾经做过艾名 那当然一定离开了 各位其实很正常 大家要接受这是很正常的 任何行业都有人来来去去 但是重点我要做那个留下来的那个 我才能够得到我要的那个结果 对吧 对 然后就说我也我也做过什么什么 后来离开了 离开之后我去做什么培训呢 又去做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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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现在我又接触到了一个平台 叫什么什么什么 你知道吗 我只在这个平台做了半年 我就用月收入破10万 然后呢 我很有信心 我接下来不到半年 我就能够年收入破500万 然后呢 我还有一个就是短程的 他居然不讲短程的目标 他说我要个就我不讲长程的目标 我要个短程的目标就是我两年内 我一定能够做到月年收入千万 他说半年月入10万 再过半年他就能够年收入500万 他说再过一年我将会做到年收入千万 然后呢 这个这个机会我已经考核过了 真的非常好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兴趣跟我一起合作 我现在就想找20个想要月入年收入百万的人 跟我一起合作 然后联络方式什么什么 各位我就一直在想这个人 我跟他相处的那几年的那个时光 我就觉得好可惜 可惜的是什么呢 我觉得我可惜的是他这么多年他没有长进 还用这么低级的方式在创业 然后呢就秀他的收入 他这个月收入多少 这个时候哥哥有时候就在想 为什么有些人是越活越弱智 人照理讲应该要越活越成熟 越有智慧才会 他那时候跟着我的时候 我觉得他比现在有智慧多了 他怎么离开了之后 智商越来越低了 就是你觉得我会信你写的这篇东西吗 各位你知道世界上最难的一件事情就是什么 赚钱 各位对吧 可是我就在想 我说为什么这群人还能够混得下去呢 然后我就故意把自己的智商降低 各位因为如果你的认知还在这样子的话 你没有办法理解这群人在想什么 各位知道吗 你一定要就是比如说拿解决敲自己 脑震荡一下 然后呢你才知道这群人在干什么 我就在想说 你不知道现在是21世纪了吗 即将要迈入22世纪了吗 你怎么还在用恐龙时代的那种方式 在欺骗身边的人呢 如果你说对不对 我相信稍微有一点判断力的人 都不会被这样子的一段文字诱惑 可是他们居然还存在 各位为什么 因为一定有弱人的 一定有一些什么 急着赚钱的人 对 而这些急着赚钱的人 你说他看不出这是一个骗局吗 他看得出来 但是他抱着一个什么呢 侥幸的心理 我只要不要是最后一只老鼠就行了 对不对 因为永远有人急着想赚钱 永远有人借钱也开 对不对 那我也知道 其实我就是那个骗子 可是只要有人 我不是最后一个受骗的人 竟然就交钱 竟然就交钱 我拿了钱就走 各位你说对不对 所以一定有些人 他其实也不是傻瓜 让他故意装傻 各位大家都知道 最难的一件事情是赚钱 各位有这么容易赚到钱 各位对不对 但是话又说回来 那赚钱又是一件 真的很难的事情吗 也不是很难 各位关键在于我们的认知够不够 就像老师很早以前就跟我们讲的 钱是四只脚 人是两只脚 人永远追不上钱 我们要做到自己让钱来追我 各位对不对 就这样 非常感到 就像 阿里蒙德讲的一句话 他说人生你想要得到你想要的东西 最可靠的一个方法是什么 就是让你配得上他 不管我想要感情也好 生活也好事业也好 最重要的是我要让自己配得上他 我在感情的世界里面 男生我想找个白雪公主 你先变成白马王子 对吧 女生我想找个白马王子 你先变成白雪公主 各位对不对 就像老师讲的 我能不能够先把自己活成一道光呢 对不对 你先活成一道光 你就能够吸引人到你身边了 老师是不是就是一道光 是不是我们走到哪里 我们看到老师就觉得 好有希望就觉得自己一定会越来越好 各位对不对 那个是被吸引过来的 也像一句话讲的最简单 花若盛开蝴蝶子 各位对吧 什么东西你去追他一定很辛苦 但是你把自己经营的很好 他来找你是不是就很简单 各位对不对 所以为什么我在这一件事情上面 就是老师花了很多的时间 刚刚孙伟讲 为什么可能前面几年的时间 也看不到安利 因为那个时候我没有正确的目标跟价值观 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做安利 我觉得好像安利展现的东西 我现在做别的我也有 各位对吧 好就像今天各位看到星星哥团队的这个小妹妹 对不对 好但不好意思哥哥忘了你的名字了 好但叫什么 好星星 好叫星象星象 星象哥就记得了 好就哥哥大概记得星星了 星星他在做安利之前 他自己做直播就做得很成功 对不对 做为商对不对 做为商 然后小小年纪各位就很有钱 好就很有钱 然后你看外表形象什么各方面都很好 为什么他会来做安利 各位对吧 好我在想星星在做安利 他一定是有 他认为安利有他做为商 没有的东西 同样安利也有他做为商有的东西 对吧 要不然他当年他不会去做为商 各位你说对不对 对 可是为什么他把为商放弃了来做安利 一定有更丰富的价值 各位你说对不对 所以为什么老师告诉我们 梦想跟斗志一定要有 因为梦想跟斗志这是第一个先决条件 我要先有梦想跟斗志之后 我们再来跟成功人学习 然后我们才能够像老师讲的一样三任 首先第一个学习的目的就是为了提高自己的认知 各位对不对 你有了正确的认知 你知道我的人生的选择 我什么样的选择能够让我一举多得 还是只能让我一举一得 还是让我做一件事情我就能够所有的 我想要的都有的 各位就是这一点要想明白 当然我们把这一点你认真的去想清楚 然后你发现 只有什么才能够得得到 只有做安利才能够得到 各位对不对 而且只有跟着老师的安利才能够得得到 才能够我们所想的应有尽有 各位你说对不对 那这个部分的哥哥就不多做这个 就是再把它铺开来讲 就是安利的价值真的太多 我相信这几天的这个课程 大家从大会一直一路到现在 每天一三五教师都有很棒的领导人 是不是大家都已经学到快兔满了 各位对吧 一下子太多的这个营养进去 都可以听到很多的领导人的故事 很多他们成功的经验 所以各位所以你们知道 当年老师是怎么说服哥哥做安利的吗 各位那你要从我性格开始分析 因为每一个人做安利的动机一定是不一样的 各位我现在讲你们一定不会笑我 可是我当时小小年纪讲的时候 你们一定会笑我 我当时为什么做安利呢 因为我觉得做安利就像老师讲的 是一个助人的事业 你们一定很好奇觉得 哥哥如果像你现在讲助人 我相信 可是你小小年纪的时候 你讲助人我不相信 因为你自己都还很幼稚 各位我的性格真的是这样子 我从小就是那种 会扶老太太过马路的那一种 不过我没骗你 就是我觉得我人生最快乐的事情 哪怕我自己是个穷光蛋 但是我只要看到身边人有钱 然后他们很快乐 我就很快乐 各位我以前就这样傻傻的 是这样子的 各位你知道我人生打的第一份工 我就我打的第一份工那时候 是一万多块的台币 但是那姐你知道我做一件什么事情吗 我收到薪水的第一天 就把那一万块钱去付花 你知道哥哥怎么花的吗 我拿一半给陈奶奶 就是我外婆 然后我也拿两千给老师 我不想老师还记不记得这件事情 然后竹银跟定鱼各给一千 可能他们都忘记 就是我自己身上没有留钱 各位你知道吗 这是真的的方式 我以上帝的名义方式 我讲的是真的 没什么意思 所以你必须 你必须看 人对我来讲 即使到现在都没有太大的诱惑力 当然我知道人不能没钱 可是我觉得 如果只是钱 是不能够吸引我精神的 直到我看到老师在做的事情 哇老师在每天在帮助这些人 然后看到他们越来越好 有条件的也好 没有条件的也好 对吧 然后那时候老师是不是就跟我讲说 哥哥你知道 妈妈的这个心愿是什么吗 就是将来我要开两家医院 一个是穷人医院 一个是富人医院 为什么 穷人医院多收点钱 然后那个钱拿来让 整个富人医院多收点钱 杨老师有点愤怒的 我就是在提醒你们要认真 然后呢 让求人可以不要花钱 各位我不骗你 我就是真的 因为老师做的这个事情 讲的这一句话 我才觉得我要做爱丽 因为别的行业我做不到 各位对吧 所以呢 当然这是哥哥的目标 跟哥哥的价值观 我相信你们每一个人 跟我不一定是一样的 可能有些人跟我也是一样的 都没关系 总而言之我们一定要有 然后这个东西呢 只有我跟着老师的安利 才会有的 要想清楚这件事情 如果很多伙伴你们听哥哥讲 之前你们没有想清楚这件事情的话 今天回家你一定要想清楚 你要想到那一个 能够说服你的最重要的那个原因 最重要的那个理由 是我想清楚了 真的我在做别的 没有 当我的手机上 收到人家发给我这个讯息 可以连收入千万的时候 我一点都不心动 你要稳定到这一种价值观 你才能真正的开始经理安利 如果你没有肯定到这种价值 别人跟你讲一个什么 就像老师讲的说猪八戒 人家一脚耳朵就变得很大的那种 各位我劝你啊 你现在还是不要做 因为你有可能做一做做一做就放弃 你可能做一做做一做呢 就是一下子你的起步 设本顺利的时候呢 你可能就放弃 那是很可惜的一件事情 因为今天我们跟在老师身边 真的我们一桩桩一件件 真的各位 我们不能讲说那叫血淋淋的例子 是我们心眼目睹的 真的跟着老师留下来的人 没有一个人不好的 你相信吗 相信 但是离开的人真的 哥哥也不愿意这样子讲 就是本来好像很好的 就越来越不怎么样 可能他会有一阵子 你听到说他过得很不错 可是之后就又没了 真的会变成这个样子 可是坚持上来的 各位你真的以为 你看到老师身边的这些黄瓜大使 每一个人都很厉害吗 没有各位 对吧 每一个人都超有影响力的 然后都超会做安逸的 各位没有 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自己 为什么会出来做安逸 我们就觉得很惭愧 觉得很不好意思 因为我看到我身边 我很多在做其他行业的朋友 他们比我更优秀 他们比我更认真学习 各位我们已经算自己很认真学习 可是各位知道 有很多行业 他们学习的强度更高 各位知道像做那种高科技业的什么 他们是每天都要很认真的学习新知识的 你看那些做这种IT行业的人 都是年纪晶晶就秃头了 各位你知道吗 每天都在烧脑 然后你知道 三十几岁就觉得自己老了 你很容易就变成被公司开除的员工 为什么永远有新的这些知识出来 然后那些二十几岁的学校刚毕业的这些大学生 他掌握的这个专业知识比你还要先进 各位你知道吗 就是你知道现在这种就是被开除 你都不用那个你就在家里电脑东西被邮件打开 对不起不能来上班了 你就没了 各位你晓得吗 所以他们的学习比我们强度更大 你知道年纪越大 越多的东西寄不出 可是那没办法 那个环境的生态就是这样子 你今天学到的东西三个月之后就老了 就退伍了 就落伍了 就不能再用了 各位你说对吧 可是你看今天我们跟在老师身边学的这些东西是什么 是一辈子都能用的 对吧 哪怕我现在年纪再大都没关系 各位对不对 我就不要说我在传统事业里面 我一定要很年轻 我才能够保持我在那个行业的竞争 你不用 你只要在这边跟在老师身边 你学一个本事 你就可以用一辈子 各位你知道更棒的一件事情是什么 你知道吗 不只是你学的东西用一辈子 而是你学的东西到哪 都能够让人让自己从无到有 都能够让自己从窗墨变成绿洲 各位就像今天我们这家 有的时候我们在想 我们真的做了些什么 其实我们的国际市场也是被老师逼的 如果你小的 就当年哥哥我根本就没有想要来做美国市场 我觉得我在台湾 我在中国的收入够了 但是老师就逼着我 你要来 你就办加入 你在每个地方到上皇万大使 我就说皇万大人 我也希望我在每个地方都上皇万大使 但是我觉得其实上一个皇万大使 这个收入就够我环游全世界的了 各位对不对 就觉得也不用 那我来美国我就是休闲 但是你跟在老师 各位对不起 你是休闲不起来的 老师永远在激发你 各位对不对 我看这几天很多跟随的被老师收的 已经快要挖个地洞抓进去了吧 各位对不对 你一定要去把机会给人家 老师都把机会给人家 你还在那家里干什么 对不对 你赶快跟我回去干活了 各位你说对不对 那老师绝对有资格 因为老师每天都在做这些事情 对吧 你看我们昨天跟着老师好几个地方 老师都是去跟进他的新朋友 各位你说对不对 只是老师跟进的那个新人的成本是 有些人负担不起的 对不对 比如说我们要见一个餐厅的老板 哇我就天天去那边吃饭 吃几十个人 对不对 那这个是可能有些伙伴 就是你现在不能够学习这种方式 好不好 要量力而为 对不对 比如说老师要开发一个host 就每天给他补个几万块美金 所以你们不要乱学 对不对 因为能够在拉斯文加斯 一个月能活着走出去的人 就很厉害了 所以就是你要用自己的方式 对都简单的讲 各位 好 你看现在几个都 每次进赌场都开始讲 我今天只要一百块就能够 对 那这种方式版过了 输一百块就能够这样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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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 我讲我们听老师讲说 哇你知道 未来安地的收入就是这样子 你是四面八方的 像海啸一样朝你涌来 各位我当时我没办法想象 可是现在我真的可以想象 好 因为我已经有这种感觉了 好 而我现在我拥有这些东西 都是当年被老师逼着我们 好 你来美国不能只是玩 你要做啊 你要把机会给人家 各位对不对 因为老师告诉我们 你就是要分享啊 安地的成功秘诀就是分享啊 安地已经这么好了 你就分享就好了 对吧 所以我们跟在老师身边就是 学到老师最大的一个本事就是 不能够自己偷偷摸摸的 对 好一定要去分享 各位对吧 好就像赌博啊 你要赢钱也是要懂得分享 对不对 赢了就要把赢的钱要分给人家 好你看我昨天去两个赌场都赢钱 好 就像赌博比很多 所以就500块钱 所以就来讲实在是不算什么 好就配合老师这样子 就是越分享会越多 所以老师你看每次我们跟着老师 好为什么老师会越来越好 老师就在教我们啊 成功的秘诀是什么 就是分享啊 好为什么老师会越来越富有呢 老师你看大家跟着老师去赌场 是不是老师就分享 对不对 好就会拿钱 赢了也分 输了也分 各位 我都当过老师都以为了好不好 老师都顾虑讲说我赢了分 但是各位 你有没有发现 老师就在教我们呢 这就是老师在提升我们的认知了 好老师要做给我看 一个成功的人他怎么样会成功呢 就是他永远想我要怎么给人家 各位对不对 各位不要看 老师的点点滴滴的细节 都在教我们怎么成为一个成功的指导人 一个手心向上的人呢 他永远没有办法顶尖成功的 是的 只有一个手心向下的人 我每天都在想 哪怕我现在一笔无息 我怎么给人家 我身上有什么可以给人家的 是不是就像老师讲的 我们要给人家快乐 给人家希望 给人家信心 给人家方便 各位对不对 我现在没有钱 那我能不能够每天 那我能不能够每天来教室 给人家一个微笑呢 可以啊 对不对 我没有钱 我可不可以给人家鼓励呢 哇建峰你很棒哦 能不能 可以 这是我给得起的嘛 对 各位对不对 那当然当我有钱的时候 给人家会更棒 各位对不对 所以你知道 所以我经常听老师讲他的很多梦想 就很打动哥哥 好当年 当年我们没有感觉 因为我们还没到老师那个程度 好就像老师讲的说 你知道老师为什么要做安逸吗 就是老师有个梦想 我有一天呢 能够请人家呢 乞客几个帅 好因为老师就很羡慕 以前他穷的时候 他身边有些闺蜜 闺蜜闺蜜出来可以请人家吃东西 他说我有一天我希望 我能够像我这个闺蜜一样 好请客请个爽 几百人我也请得起 各位这是一个梦想 是 各位对各位知道 老师这个梦想就很打动我 我就很喜欢请客 各位这是真的 好但是我没钱 我怎么请客呢 各位对不对 所以老师其实在点点一一当中呢 他就一直不断的给我们很多的动机 好然后呢哪个动机能够打动我们 我们发现其实老师给我们的每一个动机 都是要让我们成为那个能够给人家的人 我要能够给人家快乐的人 各位对吧 你们就像我每次看到戴娜姐 我觉得戴娜姐就是每次都给我一个 就是很美的那个形象的感觉 所以我们每天都很期待看戴娜姐今天又穿什么 从头到头怎么搭配 因为就是爱美之心人间有之 就是我就欣赏戴娜姐每天都能够给人家一个 赏心悦目的感觉 对吧 对吧 我曾经你一天早中晚间戴娜姐三次 她穿三套 就这样 那她是穿这个变魔術的裴套 就一脱下就变越来干 就是我就发现就是 所以戴娜姐为什么大家都喜欢她 戴娜姐也很大气 戴娜姐也请过我吃饭啊什么的都有 然后也会给哥哥很多的就是 反正你看到他 你就觉得他就是很棒的一道人 所以各位 什么人会成功 都是给的人会成功 对不对 而不是有些人说 哎呀我今天不开心 你能不能讲个笑话 给我笑一笑吧 或是今天我又遇到了什么事情 你能不能够鼓励鼓励我吧 各位通常这样子的人 是很难成功的 那在任何行业都很难成功的 各位对不对 因为人家看到他就不喜欢跟他在一起 各位你说对吗 所以老师在教我们的很多的东西 就是在让我们怎么样能够在这一个 在安利的这个事业上面 让我们能够成为顶尖的人 就是我的思维 我的认知 我要成为那个顶尖的人 要成为就像老师讲的 我要去成为那个承担的人成长 对不对 我越承担我越成长 我的能力就会越强 别人不要学的东西我学 对吧 就像老师给我们三个孩子的测诠 大家是不是都记得 就是来教室呢 别人可以不来 你不能不来 别人可以不美会必到 你一定要美会必到 对不对 大家都经常听哥哥讲过这一段 对不对 还有人家来教室呢 人家可以舒舒服服的坐着学 老师的三个孩子呢 一定要站着学 然后听到这边 我眼就已经歪掉一半了 我说这叫什么特权 接着还有第三个特权 就是别人不能吃的苦 都要吃 然后我说妈妈 那这三个东西到底能够让我们得到什么呢 老师就讲 别人享受不到一切的一切 你都能够享受得到 好你看老师今天对我们三个孩子的教育 是不是都是这样子的 对我们无形当中 谢谢 对我们无形当中的很突然而然的 我们也会到任何一个场合 我们遇到任何的人 我都要先想 我能够给人家什么 我能够成为一个 就是至少我现在我没有能力 但是我能够至少我学几个笑话 要够给人家笑得也不错吧 各位对吧 但是笑话要讲很正经的笑话 不能讲不正经的笑话 各位对不对 或是我要学会怎么样真诚的去赞美别人 各位对吧 就像今天人家明明是秃头 不能说哎呀你的发型很漂亮 各位对不对 你要很正诚的去找他身上 真的有的这种可能性 各位对不对 是不是一开始我们来教师 是不是都是来学这些道具 各位对吗 分享 各位了解吗 所以小宝你听得懂耿哥讲的意思吗 据说你拉爸赢了几千块对不对 所以就是耿哥的意思 就是说要分享 所以我叫秘密 他在我室内 说小宝姐分享一下 分享的就像玩玩耿哥 大概已经分得差不多了 因为这是几天前的事情 只要看到海君眼 很开心 你看就是我们跟在老师身边 其实点点滴滴老师没有教 但是我们看老师在做的事情都是给 慢慢的我们有就自己也就觉得 我也应该要是我能够给人家什么 能够给人家什么 各位对吧 好 那我们为什么要好好地学产品知识呢 是不是我可以给人家健康 对不对 我想要好好地学产品知识呢 我是不是可以给人家美 各位对不对 就是我们每天在学的本事都是给的本事 各位对吧 好 越给就会越多 这就是老师给我们最正确的一个认知 我的方向在哪里 我要配得上 就是我们现在 我们为什么我们做安利的时候 哥哥讲就是我们都是觉得很贵的一件事 就是我发现我身边我很多的朋友 他其实比我更优秀 更努力 但是他的收获 没有我们跟在老师身边的安利 他的快乐 也没有我们跟在老师身边的快乐度 那我们只做了这一件事情 各位对吧 好 你看今天这个 我今天这个荣珠 好 下一条说 哥哥你知道安利 那我最快乐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吗 是走到哪里都有我们的家人 对吧 因为他来 哥哥就说 哎呀那你住哪里 他说我住妹姐家 还有哥哥就很感谢妹 好 谢谢照顾荣珠 他说 哥哥你知道说 其实他自己当然 他也有钱可以住别的地方 但是你住在我们这个伙伴家 感觉就不一样 各位对不对 就是你看就像我们今天 我们到哪里都有家 你看昨天还去了清科家 各位对吧 清科的宝贝 对不对 所以以后你们这些宝贝 来美国以后 你们就不会陌生了 对吧 就觉得你就不像出国了 然后来拉斯就像 我又回到我拉斯的这个家 然后大家一起努力 然后我们一起就把国际市场做起来了 你一百多个国家 各位你总有一天 你会知道格格讲的这个四面八方的钱 像海啸一样 原来是什么 因为你没有 可是你现在在做的事情 就是帮助你 有一天你一定会拿到 你就是到哪都不用带钱来 到哪你只要去银行 一刷又有机 你看老师接下来的行程 去澳洲去欧洲 老师是去干嘛的呢 就是去领导 就是都没去 各位你知道疫情期间三四年都没去 就是去领导 各位这种感觉是不是很好 各位你知道老师现在已经 不只是国际市场都是领钱的感觉了 各大赌场也是领导的感觉 老师说我像军场收账的感觉 所以像老师已经听到 就是有一间赌场不让他赌了 这是有点悲哀的事 所以各位所以你就知道赌真的 你看这些赌场 我相信拉斯的朋友你们都知道 这都是真实发生的 小红所以不要高兴的看着 赌博以前真的不要高兴的看着 你如果不知道赌博的诀窍的话 你迟早会读进去的 十读九书这是真的 你看这赌场 你看老师你要想老师以前来的时候 老师也是不会玩 对不对 所以你看那 当然不能讲老师挖的坑很大 但是每次来进老师就说 那个鱼缸 那个是我觉得 然后现在这几年了好不容易老师已经玩得随心所欲了 你看既然有些赌场就不让老师赌了 各位你生不生气啊 你说这些赌场老板真的是 反正没水准的话我是不想说 那你怎么都不想我妈那时候捐的住址呢 对 捐的金鱼缸呢 你那什么都不算了 对现在我只过 像周润发演的那个英雄粉色 我只是拿回属于我的东西 你怎么不让我玩了呢 各位懂吗 所以各位所以不要再存在能够在赌场发财智库的想法 然后把各位赌场慢起来吧 各位不要有这种幼稚的想法 不要说哇我来赢钱了 我来这边我就不要做市场 我就拉霸就赢钱了 各位千万不要这样 我没有再说小朋友 各位 赢钱不是好事的这两句是真的 各位你信不信 我现在玩也是赢得多 赢得少 我现在玩也是 好各位因为其实我相信 在拉斯待久的人都知道是可以做到这样子的 好就是你能放能收 好就是输的时候能走赢的时候能走 好然后呢你又有怎么讲 好就是那种很稳定的情绪 很好的性格其实基本是会赢多输少的 我现在就是这样子 因为输多少我不在意啊 好各位你知道这个就是赌神 赌神就是欺负穷鬼 各位你懂我意思吗 好就是你筹码越少的时候他越欺负你 然后我骗一下哎呦我好像就看到一点点光灵 好然后最后呢发现光灵又没了就这样子 好各位对大家趁早 今天葛哥就是题外话 要告诉在拉斯该很久的 好你们要知道你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好吗 好不是不是你而是那好好去分享 好去把机会给这些 好还活在梦里面的人 好你看这么多人来拉斯许梦 各位你没有看到真的是 那个叫做遍地白骨你是没有看到 好各位每一个饭店都有人跳楼自杀的 知道吗 好各位这是真的就是赌到那种的话 就是疯掉了 好各位就是这一把输了 我我我去借钱两倍的钱 押一把银回来就好 各位到以前有现在赌场也不给你这样子 以前早期的赌场是可以 我输一百万要两百万 我输两百万要四百万 现在赌场没有给你这样子 好各位为什么 因为我赢一次我本钱就回 对不对对吧 好像赌场都是你赢点 对不起这个你可以收了 你可以回去 各位因为我都遇过这样的事情 好各位我还没有像老师完成这样子 我只是有一次玩就是手气比较顺 他说不给我玩就不给我玩 对啊神经病各位 马杰宫你懂吗 没有赢多少就不让我玩 我说凭什么不让我玩 他说我就是不让你 他那桌子就close 他就不给我玩 所以各位只有开赌场就会赚钱 坐在赌桌上的你别想你会发自 好不好 各位有没有当头放货的感觉 有吧 我相信住拉斯的人都知道 戴华姐一定都知道 各位对不对 所以还是做安运最好 对吗 可能都不会认识 我们的海上的收入都是做安运来的 都不是在股场押注来的 各位对不对 所以真的很好 就是跟在老师身边的 我们就会有这个正确的认知 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 因为人的潜力才是无穷的 跟你说对不对 你怎么会知道你今天关心一个人对一个人好 所以当我们有这样正确的认知 稳定的价值观之后 接着我们教学老师怎么带现 老师是不是教我们就是要爱心跟耐心对人家好 带现就是这样子啊 其实没有什么诀窍 就是爱心耐心对人家好 要像父母的这个心境一样 各位对吧 因为人家他可以跟着你 他也可以跟着别人 他可以做爱你 他也可以不做爱 但是为什么他要跟着你呢 因为你是一个让他喜欢的人 你是一个呢 让他觉得呢是一个可以相信的人 是他可以信赖的人 会让他觉得说 这辈子呢 不会有人在这么关心他的未来 各位真的好好想一想 真的有的时候 我们自己很多的东西都要很认真的去想 从我们学校毕业之后 有谁真心关心过我们的成长吗 没有 对吧 在学校的时候 老师会关心你的课业 哎呀你这一科 这个有点弱哦 那需要什么 老师来帮你 各位你说对不对 会听着 不管老师是出于 他自己真的想这么做还是怎么样 老师总是会叮你 这个多认真一点 其多做一点 可是你出了社会 有人这样子关心你吗 没有 他是不是 他不会告诉你说 哎呀这个东西你要多学一点 他只会说 这个事情你多做一点 那个东西你多做一点 对不对 然后你多做一点的 你能不能够待遇要求少一点 是不是都是这样子 你在传统的工作 各位你看 现在赌场的生态也在改变 厚实的压力越来越大 做的事情越来越多 但是收入不见得越来越高 对吧 他就像我以前记得 老师很早 所以我觉得老师生的很有远见 老师三十几年前就讲过一个笑话 说有个年轻人呢 去一家公司应征 然后呢 他一进去就看到一个场面 让他很惊吓 居然有一只狗拿着哨把在那边扫地 他说哇塞 太神奇了 狗居然会扫地 结果这个狗呢 就左看右看 看到没人了 他说我会扫地 有什么了不起的 哇他就更想 你还会讲话 他说干嘛 你不要讲太大声 为什么 你会讲话太厉害了 他说你千万不要太大声 因为万一被我老板听到的话呢 他会叫我扫完 其能去接电话 所以 各位 你好 现在很多的工作是不是都是这样 各位对吧 所以为什么大家就躺平呢 因为我让人家知道 我越能干 其实我越累 这个你也顺便做一点 那个你也顺便做一点 但是薪水呢 他没有顺便加一点 你做的事情越来越多 但是你并没有相对应的 这个收入越来越高 是 各位你说对吧 所以 其实很多的事情 今天我们这样 讲好了以后呢 就是这些东西 你就知道 老师就教我们 所以每一行 他都有他的一个那个 就是他的生存法则 那就变得 人你就变得 你就越来越不敢想了 对吧 可是我们在老师身边 就学会这个本事 就是爱心爱心 对人家好 让人家相信我们 让人家知道的 我不会压榨他 我不会听到你会讲话 就让你去接电话 我只会让你更好 我们就是被老师感动的是 老师的梦想是什么 就是帮助我们 梦成神 对不对 这就是老师的梦想 要不然哥哥相信 今天现场有很多的条件 很好的这些伙伴 你不一定会来做案例的 而是我们跟在老师身边 我们知道 老师就是这样子的人 你说老师今天 读什么求什么 各位对吧 所以就是要对人家好 要让人家喜欢你 要让人家愿意跟着你 做到让人家觉得 我今天我想起来 真的没有人对我会这么好 老师是不是每年 都会盯我们目标 各位你不要觉得 老师盯是压力 各位对不对 这节目 你再不上 老师就不带你了 你再不上 你就不要出来跟老师了 各位 有时候听人会觉得 老师你对我这么凶感 可是你现在想想 会觉得很感动 各位在你现在的年龄 有谁说 你再不好我就不理你了 你再不成功 我就不理你了 根本有没有人这样子讲 没有 是你越不成功 他越高兴 对吧 只要你过得比我惨 我就很高兴 钟泽涛的那首歌 我不要你过得比我好 他是我要你过得比我好 没有各位 你身边你想想看 没有这样子的人 都是在比惨的 对不对 太好了 他这么差劲 太好了 各位是不是都是这样子 是不是都是羡慕 父亲都恨 各位你说对不对 就是把这个心境学会 各位因为每一个人 他成长改变 他一定都有一个过程的 就像老师在等待格格的过程 也是一样 可能就回到格格自己身上 讲格格的故事 老师怎么带格格的 从一开始 目标跟价值观不一定 因为我觉得我在外面也有 我觉得我也有些本事 我觉得我学东西也蛮快的 我觉得好像人家也对我这个人 为人蛮紧定的 当我越是这样子想的时候 我就越是不会谦卑下来 对吧 可是我们跟在老师身边 我们看到很多很优秀的 为什么这个人会来 那个人会来 这样格格的在想 我说如果杨老师是我的线 我能够带得动他吗 我觉得我带不动他 因为我实在找不出来 杨老师的动力在哪里 各位对吧 家庭幸福美满 对不对 然后老公帅儿子乖 对吧 然后其实不要做案例 就是不能躺平 他就可以过恢复的生活了 各位你说对吧 我在想他有什么动机去做案例 可是老师就是有办法 能够把杨老师带出 我在想 带娜姐 我怎么带带娜姐 他有什么动力 他现在也是想住哪里就住哪里 然后爱干什么干什么 然后也是小孩啊什么 都很独立都很好 对不对 然后先生也是很爱他 那天老公讲 那天老师讲 说那天在带娜姐家 听到我们高大哥 结果就说 你知道吗 我现在我觉得 我人生最快 最重要的事情就是 我老公快乐就好 各位 我老公都没有这样子讲 我老公都没有这样子讲 或是他快乐比较好 各位对吧 老师很感动 你看老公这么爱他说 我现在人生最重要的原因就是 我老婆的快乐就是我的快乐 各位你觉得他有什么动机做案例 家庭幸福 不需要钱 然后出来呢 有的时候还要被下线折磨 各位对吧 他涂的是水 对不对 可是我相信 带娜姐一定在安利里面 找到他要的东西 这是我现在 我还不知道带娜姐要什么 但是我现在带娜姐心里 一定非常接触 各位就在看我们一学 这些都是很多条件很好的 各位对吧 就有一个人想 我说建峰 为什么要做安利呢 其实他那时候签约唱歌就有钱赚了 他可能他现在安利的收入 还暂时不能够比他唱歌签约的钱多 他为什么要做安利呢 我有时候就在想 为什么他们要做安利 我相信其中一定有一点 其他的原因我不知道 但是我相信这一点我讲 你们一定都会很认同董哥讲的 就是你们喜欢老师 你们爱老师 你们相信老师 就是所有的原因里面 一定有这么一个原因 对吧 董哥讲的对不对 一定是这样子 各位对 所以为什么他们这些人 会愿意跟着老师 是不是因为老师就是父母的心见 爱心爱心 我们知道老师永远不会放弃我们 永远不会抛弃我们 我们是不是被老师感动了 对吧 所以这些都是老师在我们身上做的事情 每一个人老师在董哥身上做的 跟在你们身上做的事情 也是一样的 其实老师有时候讲我们 也是希望我们能够越来越好 各位对吧 所以董哥就要想 董哥每一个阶段的成长也是 因为人最关键 你什么时候也会在安利做起来 不是因为你突然学到了一个什么 或是你听懂了什么 而是某一件事情 触发了你的梦想跟斗志 所以为什么有句话讲得很好 就是意愿比什么都重要 所以老师为什么讲说 要帮值得帮的人 所谓值得帮的人不是条件最好的人 而是他是有渴望的那种心境的人 他是有想法的人 没有想法的人 你永远照不死一个装睡的人 各位对吧 就这样有的时候 我们会被某些些气到要死 然后季老师会说 这些人都是跟钱过不去 或是跟什么 其实我们去 究其最终的原因是什么 是这个人已经没有想法了 他没有意愿了 所以你不管跟他讲什么好的东西 或是他对自己没有信心了 所以你讲的再好他都没有用 他觉得我就躺平 我就摆烂了 所以这样的人 谁都没有办法帮助 各位对吧 然后我就在讲 老师就是在爱心耐心的过程当中 等待我们 哥哥就记得 就是做翡翠做了好多年 就很满足了 各位 因为我本来对钱就没有什么概念了 各位对吧 各位你知道 一个Q12的创办人翡翠 多简单 谁都可以做得到 那天我还在讲 各位一个创办人翡翠 你的年收入就有差不多20万美金了 好各位 你如果不要跟那种富豪比的话 其实20万美金一个人过是蛮舒服的 对吧 爱马仕也是可以一年买的一两件 如果一个人的话 你一个月的零用钱 快将近两万块 你觉得够不够花 够吧 各位就是不要去赌博 应该是够花的 赌博你今天都不够花 各位你说对不对 基本上想买省的 想吃什么都可以 各位创办人翡翠 多简单 对吧 打麻将能不能约到三个人 可以 可以 因为一定要四个人 各位以前打麻将怎么约 都跟人家讲说 看建峰 今天晚上打麻将三缺一 就缺你一个 我来 各位其实是一缺三 你是第一个约的 各位对吧 然后每一个人都讲 三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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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三个三个就来了 好那天我还在跟麻将讲 我说自闭症的人都能够找到三 你这辈子人际关系再长 你有没有三个朋友 有 各位你就是帮助三个朋友 然后创办人翡翠 二十万好不好 各位我觉得不错了 梦想先不要做太大 我们先稳稳的 各位是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做得到 各位是不是很简单 所以那时候葛哥就很满足了 因为收入也够了 然后呢 也每年都有海外旅游了 也不错了 各位对吧 老师就一句话点醒我 因为老师很了解我的性格 他说葛哥 你不是就是很希望帮助别人吗 你不是就是很希望看到别人好吗 你自己无所谓 很希望看到别人好吗 可是你有沒有发现 你看你那个象限 现在他也想上 那个象限现在也想上 所以你要赶快上钻石 你说妈妈为什么我要上钻石呢 他说因为你上钻石 你才能够证明安利是好的呀 你看老师讲话多简单 对不对 你要有事实才能够证明 告诉你的象限安利是很好的 所以你要上钻石 你有成功的事实才能够说服人家 老师就是这个轻飘飘的一句话 就让我上钻石 他不是告诉我说 葛哥你知道上钻石的收入是翡翠的翻倍 他不是说你的中奖金翡翠可以领 然后钻石也可以领 老师不是这样子 而说葛哥你不是觉得你那个象限很可怜吗 你很想帮助他吗 那为什么他没有动力呢 因为你还不够成功 你上了钻石他就有动力了 就这么一句话 你说老师了不了解我 很了解 对不对 所以老师是不是跟我们每一个人相处 跟我们每一个人给的动力的方式是不是都不一样 是 所以当老师了解我的动力就是希望人家好的时候 他就给我讲这句话 而不是说上钻石可以多多少钱 因为如果是用多少钱 我没有动力上钻石 可是如果说想要那个谁谁谁很可怜的那个象限 做起来的话 我会愿意做这件事情 所以今天如果我们没有像老师这样子的爱心耐心 跟下线相处去请听 你怎么知道他真正内在的需要是什么呢 各位对不对 我看到有很多人带下线带得很累 为什么 因为他发现下线不积极 他就把奖金制度跟他再讲 说你一定是不懂奖金制度 然后讲完以后自己讲得很得意 可是下线还是一点 对 好为什么 因为可能他就像葛哥这种性格的 各位你懂吗 就是你跟我讲越多钱越不能够引起我的兴趣 因为人本来就是各式各样的人都有 各位对吧 就像葛哥或葛哥身边的每一个钻石 他们做安利的理由也不一样 我这些钻石呢 有些理由说葛哥你知道我为什么做安利吗 就是我想要漂亮 好那我之前的那个工作 没有办法让我漂亮 只有安利可以让我漂亮 快想想那你做美容也不错 就自己价值观不完毕的时候 他说可是我漂亮 我很想要有保障 各位对吧 好像我有些想象 葛哥你知道我为什么做安利吗 我就是觉得因为纽纯兰太好了 他帮我把我的身体交理好了 我本来都已经是可能不在这个世界上面的人了 但是纽纯兰把我从鬼门关救回来了 我想要把我的这个经历去帮助那些人 因为我知道生命有多痛苦 我知道不健康有多难受 居然这个也是他做安利的动力 各位你说对不对 好那你看想想这么多人做安利 我们再回过头来讲 老师当年做安利的动力 他只是为了要让孩子能够不要三三不计 多简单 可是老师是不是也是一直都在承担 那现在老师的动力一定不是只是这些了 老师的动力已经是变成要帮助我们实现我们的梦想 各位你说对不对 所以这些东西呢 你只有透过不断的学习 然后去提升自己的心境 做到位之后 各位你做安利你就会很快乐了 你就会一点挫败感都没有 因为你知道什么 你知道你是为什么在做 对吧 然后接着上了钻石之后 可可就满足了 因为我已经完成我的梦想了 我已经证明了 证明我是钻石了 那你们要上钻石 你们上钻石就像可可这样的生活方式了 就又停了好几年 对不对 然后再加上中间又发生了蛋糕事件 各位对吧 蛋糕事件 就是我当时上钻石我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想法 为什么要上钻石呢 就是那时候老师呢 团队还没有这么大 上钻石老师就会帮他办一个party 然后买一个三层蛋糕庆祝他 我就想那个感觉 各位其实我是很肤解 各位你知道吗 他就是我就想要有一群人为我切蛋糕的感觉 结果那一年我上了老师居然没有切蛋糕 我就好生气 凭什么 人家做到钻石有蛋糕 我做到钻石没蛋糕不错了 各位你看得比哥多幼稽 各位但是将心比心 各位对不对 自己的妈妈也应该对望了对你 我视你从垃圾堆解 人家不是啊 跟我说 就是觉得公平嘛 对不对 各位大家不要上 真的 我就是因为这个蛋糕没吃到我就不做了 好老师叫我今天一定要反白 我真的我用反白给你 就是领导人也没有像你们想 这样的那么了不起 也是有很幼稚的时候 各位对吧 因为我上钻石的时候才30岁 幼稚也很正常吧 年轻吗 可以动一下 对吧 那最后为什么也会上皇冠大使呢 大家知道 就是意愿被老师激发了 就是看到日本人的第二代 设定他要做全球第二代第一个皇冠大使 所以这下子 我已经上升到国家民族意识的一个方式 因为我通常都是这些无形的东西会激发我 说不是有形的东西的激发 钱不能激发 怎么可以让日本人 我不是对日本人有什么偏见 而是老师已经做得这么好了 这个必须是华人做到 就这么一个想法我就做了 所以如果有的时候上钻的原因 你真不知道为什么 对吧 所以为什么一定要很认真的学习 要很认真的跟随 就像老师这一段时间不断的安排很多领导人讲他们的故事 因为你不知道哪一个人领导人的故事就激发了你的意愿 就像哥哥最后再用两分钟讲就是有一个皇冠大使 他也是就他的上线也是带着他就是也是老师团队的 带着他好多年他都没有上皇冠大使的意愿 他什么样都来思不得其解 好这边就是最后我要自己捧自己一下 他居然是听了有一次我的分享 好各位 所以参加会议很重要 你永远不知道哪一段话 他就听到我讲说 哥哥那一年为什么要上皇冠大使 是因为我这当中还有一段是我的奶奶就是陈奶奶 好 跟我说我什么时候可以上皇冠大使 好因为他突然就可能觉得老人家年纪大了 可是他突然有个什么感觉还是怎样 好觉得可能是自己就是没有太多的时间了 好他就跟我讲 有一天就大会完就跟我讲说 哥哥你什么时候能够像妈妈这样子 好牵着奶奶走那个红地毯 就是老师每次进场的时候是不是都是 都走红地毯 那时候奶奶在的时候 老师就是牵着陈奶奶走红地毯 他说我已经被你妈妈牵你了 我希望有一天是你牵着我走红地毯 好各位我就为奶奶那一句话 我要上皇冠大使 好各位你看 所以这个红地毯过几分钟 那就变成我做皇冠大使最大的动力 既然我的爱我的人对我有这个期待 我就要做 可是各位就是很可惜的是 就是奶奶走了 才上皇冠大使 好就这个就变成是哥哥的这个遗憾 我当时就讲这道话 居然激发了那个领导人 为什么 他说因为他从小也是其实就是外婆了 也是外婆带大的 他说哥哥你知道吗 他说我听安利德克听了十多年 我没有意愿要上皇冠大使 我就听了你那段话 我要上皇冠大使 隔年他就上皇冠大使了 所以我们为什么要一直跟着老师 因为你一直跟着老师 你就可能会有机会听到那个 启发你梦想跟斗志的那句话 各位当你有了梦想跟斗志 我们跟着老师学习 提升了自己的认知 让自己的为人 能够从药变成给的人 然后在待见的过程当中 父母的心境 爱心耐心 你做安利事业一定会成功 好不好 那哥哥想今天等会的分享 就分享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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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有没有找到 希望你能弄想一下 有没有想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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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非常感谢 昨天主持人的国际共同华分享 谢谢老师也在谢在京 OK 我们现在 现在谢章也整理有200人了 所以说真的非常非常感谢 都给你们说 谢谢 好 谢谢 好 老师 让我向大家讲 下期期一的课程 我感觉老师这么忙的情况下 还能想到 我每个人的每堂课都要去亲自安排 就是那个西纪中那句话 就是亲自部署 所以说现在是老师了 老师亲自部署 下一堂课呢 将会由我们小凤姐和小凤姐先生 我们的海军大哥 为我们做OPP的真相 其实我对海军大哥不太熟 我只是见面眼熟而已 但是呢 他能了解人家也是中国大陆那边的钻石 在广州 所以说真的 而且小凤姐她的身份 真的是 季老师 到中国大陆的第一个 第一个市场 对不对 小凤姐是吧 所以说真的我想 老师跟季老师 他们一路走来成功过程 他们都亲眼所见 而且是亲眼目睹的 我想星期一的课程真的非常非常重要 我们大家一定要到这边 准备好星期来听他们的分享 好吗 好 谢谢大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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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